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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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回来 在当那个学员的时候 就是很想念的感觉 所以我每一次去拍创的时候 就是看起来很开心 心里很开心 因为我很爱创嘛 有这个机会可以当助教 所以很开心 作词 所以来创作词这次呢 也是我第一次当助教吧 其实跟去年不太一样 因为去年是参加比赛的人 是学员吧 所以有一点点压力 只想就是成团 但是现在呢 当助教 所以感觉真的不太一样 现在呢工作就是分享 学员们经验吧 看他们表演 看他们和朋友在一起 也很开心 就是好像看孩子们 也有很多导师们吧 有超哥 有年轻老师 有楠楠老师 有楠楠老师 有楠楠 有周深 就是他们对馆很好 很开心 因为他在创的时候 每次走路的时候 好帅好帅好帅 不知道为什么 我比较喜欢开玩笑他 然后就是创他好帅好帅 但是真的好帅 他会有自己的状态 就是自己的超哥的感觉 那时候就是刚刚好 他在我后面 然后啊超哥来了也很帅 所以就拿镜头拍他一些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穿黑色 或者白色吧 因为我的脑子 真的不太会这种东西 就是不知道哪套衣服适合我 所以我就是OK 那选择白色和黑色吧 可能看起来 诶诶诶穿了很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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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我真的不知道要穿什么 小龙虾 火锅 小龙虾 就是辣的味道 麻辣的味道 我好喜欢 我可以天天吃火锅 火锅 还是小龙虾 每次是想赶紧回北京 因为想点小龙虾 吃了辣 之后会长痘的那种 如果吃太辣的话 会长很多痘痘 浮面膜吧 就是今天早上浮一个面膜 然后那一天有工作的话 赶紧洗衣下妆 带妆时间不能太长 下班的时候就 下妆 不能熬夜 因为熬夜对皮肤真的不好 用好贵好贵的面膜 用好贵的面膜也没有用 如果熬夜的话 本来应该是绝了 但是绝了对我是一板了 现在应该是顺其自然 还有打酱油 小龙虾 小龙虾 小龙虾好贵啊 我的天啊 我点了三大大的盘 小龙虾 盘虾 什么什么 一仙 一仙多 一个人一仙多 女生变男生 有没有看过 就是本来是女生 但是她就是装好像男生 然后跟那个男主角在一起 然后男主角就是不知道 这个人是女生 因为我觉得我平时比较像男生吧 有一点男生的性格 所以我觉得想尝试这个角色 有没有看过 我想和那个学长 丁语希 她是我来中国 第一个明星合作就是她 所以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跟她一起 但是不知道她想不想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你瘦了 今天你变瘦了 这个很开心 请听着 因为 我是搞笑吧 我不知道 分辨不清楚 这个是可爱 是性感的是什么什么 是酷 就是我都行 如果今天又酷的表演 也可以 性感也可以 什么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就是 不知道这几次是什么 应该是搞笑吧 可以问工作人员 我搞笑吧 吃吧